今天又是班瓜的一天啊当准爸爸了吗所以说不怕劳累不怕苦不怕热开始整我们的瓜可以看我们这个棚里面的瓜的品质真漂亮我们为啥说分一级瓜二级瓜大家看这个网纹很漂亮的这个瓜好多朋友都在说法特尼的瓜和别的瓜为啥区别在哪了真的有的瓜一级二级混着餐或者是二级瓜发我给大家说个瓜的最基本的一个认瓜的操作因为现在的瓜它长不大所以说网纹很 均匀它是一级瓜看像这样子的有裂口的或者是轻皮的或者是网纹是稀拉的这属于是二级瓜像这两个的瓜的价格一公斤相差五块六块一倍的价格呢也相差所以说大家去挑瓜说不管在任何地方分清吃这个你就不用也上当了啊大家可以看这个瓜的高度掉的高度是差不多一样的而且大小都差不多很均匀啊而且都是一腾一瓜这个一腾一瓜就代表一腾上一瓜把剩下多余的瓜蛋子全部拿掉看到了吧这都是去掉的瓜蛋子 看到个糖心了没有哈哈哈哈 这个瓜就是我们的西州民25号大家可以看它的里面是黄心的 大家到家里后这个汉米瓜放到冰箱冷藏一下吃口感更爽更好吃脆爽甜这就是汉米瓜的特点 我们现在的汉米说 çok感觉 就是 Mother,我们现在我们在的汉米那里